打ink 證照達人是你 53歲陳明珍 半年內就把烘焙 西餐餅濟證照 微老重建退動式證照 烤到手啦 人生啊 觀觀南括 觀觀過啦 我就記得我在考試的時候 有出了幾個小狀況 比方說我拿出來的時候 因為很重 拿到自己的桌上的時候 要擺下來的時候 差點整個掉下去 還好沒有掉下去 要不然我就不及格了 那天烤麵包的時候 我的鞋帶突然鬆了 就去踩到那個鞋帶 真的 我跟你講 我手上拿的那個糖 就真的灑下來了 西餐我烤的這一組 12組 12個人烤 只有三個人晉級 我們上課的時候 老師都有再三的提醒說 匈牙利 燴牛肉 記住 匈牙利 是不可以放紅蘿蔔的 然後那天我端菜出去 去上菜的時候 我幾乎看到 怎麼好多同學 都有紅蘿蔔在上面 我就想說 沒了 可是說你們這些人肯定有 trouble 所以你看你現在會有西餐的 然後有烘焙的 然後會想開餐廳 突然有興趣 我就去做吧 而且我有證照 我可以開餐廳 我有資格 是不是還有一個 最近還有考一個新的 對 危險跟老舊的這個 樓房的推動式 妳自己也帶兩個小孩 那妳要讀這些調文式的東西 讓妳要怎麼 不會想睡覺 然後背起來 我們家老公可以幫忙 比方說這半年 都是他在帶 我覺得我會考過 其實有一方面也是他的功勞 因為他給我很多時間念書 那有一個小孩有沒有說 媽媽妳好厲害喔 你會做一些 當然有啊 媽媽妳好棒棒 我覺得做東西是可以療癒的 就是妳手在動的同時 其實有時候妳的腦子 可以再構思什麼別的 然後心情開心就會讓妳看起來很年輕 是不是 是不是 謝謝